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5月17日 星期二欢迎来到财经内容 今天这一节目呢 主要和大家聊一下 最近两天中国楼市的一个旧市政策 聊一下就是手套房啊 它的贷款利率大幅度下调 这样一个话题 同时呢 我们也盘点一下 在当前的中国的形势下 房子的资产处理的问题 那么就像我一直说的 旧市是给你出逃的机会的 要珍惜这样的逃生的窗口 千万不能呢 给你窗口你不跑 反而还再次冲进去 那么可能你就会非常麻烦了 如果是首次听我节目的朋友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 如果是老朋友了 欢迎大家点赞 并帮忙转发 大家的支持和信任 是我做节目的最大动力 好言过正传 这一年来呢 数据可以说几乎都在证明呢 目前中国的房子呢 确实是卖不动的啊 开发商的销售的数据啊 一个比一个惨淡 每个月都是每况愈下 直线下滑 那么为了提高这个买房的需求啊 刺激楼市的消费 在5月15日呢 中国的央行和银保监会啊 就下调了手套房的贷款利率 那么按照五年期以上的LPR 4.6%来算 你就是说自住的手套房贷的利率啊 可以最低降到4.4% 那么这个降幅呢 确实还是很可观的啊 有人就算了一笔账 如果你贷款100万按照30年 那么在这个期间呢 你可以少还几万块钱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啊 谁会为了几十年少还几万块钱 去背上上百万的债务了 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可以预见呢 可以说不久之后啊 中国的官方可能会全面降息 也不一定啊 也可能会实行的 甚至还有可能呢 会进一步降准 进一步压低利率 类似于2020年呢 专项再贷款 再贴线计划呢 也会进一步推进 提升企业的需求 可能还会进一步宽松 当然中共的央行啊 现在宽松的压力是非常之大的 你像美联储啊 美元都在不断的加息 现在人民币的汇率啊 在不断的下跌 对不对 那么如果中国要继续宽松的话 这个人民币的贬值压力 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这还是要走一步看一步啊 看后面中国的央行 能在多大程度上进行货币宽松 扛住这种压力 在13日的时候呢 就公布了涉融的数据啊 可以说无论是居民端 还是企业端呢 都已经不愿意再融资 去投资 去消费了 整个经济的活动啊 中国呀 都显得是非常的疲乱 确实很疲乱 大家可以看到消费 消费不动 投资没人投资 经济啊 已经是拉不动了 只能是放水宽松 原因嘛 主要就是在疫情之下 动态清零 可以说对中国的营商环境呢 这个打击是非常巨大的 而且另外的原因呢 还有就是国际高涨的生产资料的价格 的制约 原材料的价格 大宗商品都是涨幅 很可观 也说对中国的生产啊 也是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其根本呢 就是没有赚钱的预期 和广泛的项目 经济不景气呢 受伤的可以说 还是绝大多数人呢 没有投资消费活动 就没有更多的就业岗位 没有更多的就业岗位啊 就没有持续的收入 没有收入 就没有进一步 投资消费的驱动力 那么这可以说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啊 当前的中国呀 是想走凯恩斯旧经济的老路啊 从扩大社会总需求来出发 不惜一切来创造需求 拉动经济增长 中国的杠杆呢 高杠杆呢 搞基建 在其他国家加息 掣肘的情况下呢 仍然是降准降息啊 让企业融资成本降低 来逆势激发企业投资融资的需求 那么现在又开始降低房贷利率 来激发居民的买房的欲望 这些政策呢 也都是刀扣填写 风险也是非常之高的 应酬着的二季度啊 还是价以一个半语啊 二季度的需求了 无法激活 加上上海封城呢 正好在第二季度 实现今年5.55%GDP的目标 可以说是压力三大 需求的激活效果到底怎么样 不敢下结论 但是效果不行呢 就还会下某样 总会降到一定的价格产生需求嘛 对不对 就像一件商品 一旦降价 就免不了会激发一部分的消费者 一个便宜三个爱嘛 你现在贷款利率降幅比较大 可能也会刺激一部分的需求 但是是否能根本上逆转这种趋势 那倒不一定啊 所以说 这并不意味着房子会重新回到巅峰 恰恰意味着 房子真的会步入这种房住不炒的时代 L型的房子供给 更悲观的是 甚至是到L型的房价走势 可以说都会出现 对于还试图靠炒房赚钱的人呢 算是最后一个离场的机会 真正刚需买房的 也要非常谨慎的 现在不要被阴头小利 又会进场 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 这个时候 我们来看一组这个楼市的数据啊 看一下到底现在呢 中国的楼市有多惨淡 到了哪一步 国家统计局啊 数据就显示了 2022年4月末 全国的商品房啊 带售的面积是5.2亿平方米 再次攀升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 这个数据呢 可以说要比7年前呢 是更夸张 因为2015年呢 中国全国的城镇居民人均的居住面积啊 是33平方米 而到了2021年呢 高达39.8平方米 可以说人均增加了7平米 这个数据是非常可观的 增加的非常快的 这就意味着呢 全国城镇人口啊 在完全购住的情况之下 还要面临着消化黑压压的 5亿多平米的房子 那么这就好比啊 让小学生去NBA赛场上面去扣篮 这个难度啊 是非常之搭的啊 那么房子卖不出去了 开发商的现金流啊 当然就会紧张 因为没有回款嘛 对不对 他的现金流就会捉襟见肘了 自然呢 他也不可能去拉地 也不会放心的去大胆的买地 那么土地财政呢 也就会迅速的衰竭 比如说去年年底了 长春呢 就推出了12宗地 但是成交只有3宗 牛排率高大75% 还有像青黄岛 他挂牌也是31宗地块 成交只有10宗 牛排率高大67% 还有像赫州啊 其他的很多地方 牛排率都是很高的 当然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啊 其他大中城市里面都有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了 可以说 大家就面临着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了 地方没钱 开发商也没钱 老百姓也没钱 那么大家就问了 钱到底去哪里呢 对不对 都在叫没钱啊 政府没钱 企业没钱 老百姓也没钱 钱到底被谁赚走了呢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今年疫情呢 又出现了反弹 各地方疫又在被迫输出大量的财力 那么这可能是资金呢 是钱去的一个性质方向 前几天呢 东吴证券了做了一个调研 算了一笔账啊 截至4月30日 中国已经有29个省级行政区 123个城市啊 涉及疫情 其中呢 4月宣布实施风控城市的人口啊 高达1.8个亿啊 占了总人口比例的13% 而且很多都是在比较发达的城市啊 你像上海 对不对 如果假设未来啊 每个月全国涉疫人口啊 都保持在这个比例 而且呢 常态化核酸检测要求 这些城市的居民呢 48小时核酸 那么按照多人混减 每人3.4元的价格来计算呢 一个月全国核酸检测的支出费用 就高达100多个亿啊 100多亿是什么概念呢 我记得葛尤啊 在电影里面说过啊 说光数这笔钱就得数三年 防疫抽血啊 对中国经济抽血 对老百姓口袋的抽血 是非常之快的 就是这个疫情控制的这一块 大家不要小看了 这块确实啊 是中国一个很黑的一个产业 这段时间呢 就连江浙一带的财富大户啊 可以说都吃不消 纷纷开始放开限购啊 刺激投市 以求财力的支持 高库存 加上这个疫情封锁 可以说两大不利因素啊 把重城市啊 逼到了墙角 三四线城市啊 要比2015年是更加的艰难 从这段时间呢 各地救世动作 其实就可以看出来 一二线城市呢 还可以通过放开限购 放开限贷 在这上面来做文章 来维持楼市啊 不至于快速的垮塌 也有足够的资本呢 去红吸其他地方的人才 红吸周边的中小城市的人才 而三四线城市呢 可以说就更惨了 只能不断的降低买房的成本 非常苍白无力的 房贷利率降到了4.6% 历年是最低的 首付呢 降低至两成 甚至啊 您首付股东 大家来上车买房 还有汽税补助 还有增值税免征 甚至直接往库洞里面啊 塞买房的补贴啊 就是让大家去买房嘛 忽悠大家上车嘛 可以说这就是一场 没有下限的刺激比赛啊 现在中央政府也不管了 你地方政府啊 是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对不对 都想办法刺激楼市 中央政府也不会取低了 比如说有的就是降首付啊 降利息啊 然后还有其他的各种补贴措施啊 都是让大家买房的 但是啊 大家也不是傻乖 大家也会算一笔账啊 今天的情况呢 和2015年的情况 其实是非常之像的啊 我们在研究2015年的时候啊 可以说市场有明显的几个特征 哪几个特征呢 第一个就是市场需求还比较旺盛 2015年 那时候中国经济啊 还处于一个上升期啊 第二个就是大家拥有房价一直上涨的信仰 2015年这个信仰还是比较强烈的 第三呢 是裤兜里面还是有钱的 你想居民杠杆的比较低 储蓄率啊 那个时候还比较高的 但是后来储蓄率都被掏空了 居民杠杆都上去了 上到了极限 所以现在杠杆也夹不动了 口袋都掏空了 对不对 但是2015年那个情况还算是比较好的 所以再难看 今年的这个市场情况啊 大多数城市的房子啊 已经够住了 无论是城市地域 谁家还没有一到两套房呢 第二个 在人们的心中啊 房价永远长的信仰 其实已经崩塌了 就在这两年啊 炒房第一城 像深圳啊 它的房价已经冰封 众多三四线城市呢 甚至像郑州 青岛 沈阳 天津 这样的二线城市啊 房价都已经阴跌了好几年了 第三呢 上一轮的大潮 很多家庭呢 是背上了杠杆 但是这几年的工资收入啊 没有见到增长 反而疫情呢 导致收入充满了不确定性 压制了购买力 这是三个因素啊 三个市场的表现 七年时间可以说需求 预期 还有购买力啊 三大因素 已经发生了本质上的衰退啊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 接下来你再疯狂的刺激 都很难有效果的 对不对 都是死猫跳的 你人都已经心肺功能衰竭了 你再电击他 电击他 有什么用呢 没用的 唯有一招可破啊 那就是再次大规模启动这种棚改货币化 强行创造一轮需求 但是结果也是非常直接的 对不对 那就是做死嘛 你这个时候还搞棚改货币化的话 就是大水漫贯 大水来冲击楼市 那不就是1990年日本的经济的结局吗 日本房价的结局吗 接下来可以说正能救市之后啊 市场就会出现一个显著的变化 就是小城市的财富流失的速度啊 会比大城市快的更多 一方面呢 是库存消化不了 低迷的经济呢 无法提振 就业岗位缩减 数罗死人的活 大家呢 就会加速的勇于啊 那些隔壁稍大的城市 年年代呢 会从这个年轻人逐步扩大到中年人 都会往大城市跑 一线城市门槛太低 那么二线城市啊 它的人口流入的速度啊 可能就会出现加快的趋势 现在就是这种趋势啊 湖北人呢 都去了武汉 四川人呢 都去了成都 陕西人呢 都去了西安 湖南人呢 都跑去了长沙 现在很多城市都出现了 父母把房子卖掉 然后给孩子的大城市买房的现象 那么这就是财富流动之下 人们迫不得已做出的选择 另一方面呢 库存消化不了 那么楼市赚钱的效应呢 就会换上句号 三四线的中产阶级啊 为了B线刨通账 将会啊 集中向一二线城市腾挪资产 最近呢 明显感受到三四线城市咨询者是比较多 不是为了买房啊 而是为了卖房 一求啊 回动资金 在二线城市 放开限购期间呢 就上车 在二线城市买房 那么 比如刚刚呢 你像苏州啊 他就降低了买房的门槛 听当地有朋友就说了 当地很多新盘呢 准备是叙事涨价 因为每天呢 都有大量的接待 外地客户预定房子的需求 目前呢 咨询的热度啊 比较高的城市 还有像珠海 重庆 燕郊 成都等等 过去城市之间的马台效应呢 是政策引导和人口流动造成的 而现在以及未来 也说更多就是财富的流动 但是啊 这个时候 如果单靠几个城市群 几座大城市啊 去支撑经济的轮转 很容易啊 出问题的 比如说上海这一波啊 造成了长三角 无法想象的经济的损失啊 上海这次封城啊 对周边的 你像浙江 还有是江苏 包括像南京 杭州 对不对 这样的大城市啊 苏州这样大城市 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上海一些菜 这些城市的很多工厂 就直接停工了 因为上海是龙头嘛 所以这一次上海封城的打击 是非常之大的 可以说 无赖啊 任何人呢 可以说都不过是历史的牺牲品啊 修身齐家 这国平地下 普通人呢 能做好第二步 好复赚钱 让家人过一时无忧的日子啊 能做到这也不就很不错了 说实话 老子说了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什么呢 天法道 道法自然 那么上一轮 楼市的大牛市啊 大周期 所有城市的房子啊 都在野蛮上涨 把房子玩成了金融的游戏啊 移骨传花式的金融游戏 可以说 地方 政府 开发商 然后中介 炒房客 都在不顾实际的盲目作业啊 胆子大的 淘汰 胆子小的 只要蛮干就能赚钱 就是那一个时代 可以说 而当经济势头回落 泡沫消除 万物归真之后啊 大家才能低下头来 找到自己的位置啊 房地产的下半场 其实就是重城归位 没有产业 没有人口的支撑 那么这样的地方房价 就是建在沙滩上的城堡 像四线城市这艘船 可以说 今年刺激魏国之后啊 将陷入深不见底的泥潭 这是可以看得见的 当然了 一二线城市啊 也不会好太多 那么中国的普通人呢 如何把握中国地产 这次救世的机遇了 我只能说啊 不管是一线 二线 还是三线 四线 除了自住房啊 统统的都卖掉啊 腾挪资产 便负债为资产 晚一步的话 可能就是资产 全部变成负债了 很难再有变性的机会 我觉得现在是逃跑的 一个非常好的 持机穿口啊 如果大家有多套房子 一定要抓住 这样一个机遇 阅读是一门终身的修行 阅读的知识 决定思维 思维决定选择 选择决定命运 但是现在生活节奏啊 越来越快 我们很难完整 读完一本好书 主要是没时间 读不懂 难坚持 所以结果呢 都是看急 就半途而废了 现在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新的方法 那就是听书 特别是通过听财经类的书啊 来培养财商 提高投资理财的能力 实现财富的增值 经过我们团队精心的准备 我们挑选了100本书 这些书曾经帮助我们改编过命运 都是被无数人检验过的财经的好书 无论你是想扫清错误的理财观念 用正确的财商思维去对待金钱 还是想规避风险 在投资中实现收益最大化 那么这些书都是你千万不能错过的 你每天只需要花30分钟左右的时间 一周就能吸收两本数的精华 通过365天的坚持学习 就能让你的财商迅速的提高 更加接近财务自由 如果你觉得这个时间太长 很难坚持 但现在如果能让你免费加入 并且大家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那你是否还能坚持呢 现在能眼财经读书会 推出了入会抽面单的活动 现在加入读书会 就有机会成为幸运的免单用户 直接免费在读书会学习 每个月我们将抽出五位的幸运用户 享受直接的免单 此外能眼财经读书会 推出100天的读书计划 只要加入读书会 每天坚持读书打卡 打卡满21天将返还15%的会费 打卡100天 我们将全额退还学费 也就是说坚持学习 你也能免费加入读书会 幸运免单 读书打卡总有适合你的 不要错过能眼财经读书会 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活动 从现在开始 加入读书会的用户都可以参与 我们后续也会推出更多类似的活动 用微信扫描视频上的二维码 加入我们的读书会 也可以通过评论区 以及视频描述栏的链接加入 关于读书计划的详细规则说明 我也放在了评论区 能眼财经读书会 我们不见不散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频道 转发点赞 接下来收听 再见 再见